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29号 在莫斯科科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李克强表示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越南线港成功会晤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 李克强指出 当前两国经济合作正迈出坚实步伐 传统领域合作持续推进 新领域合作也取得进展 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加强对接 李克强强调 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合作 共同助力地区合作稳中求进 为世界和平的发展注入建设性力量 普京欢迎李克强来俄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 他表示 当前俄中贸易增长势头良好 能源 交通基础设施 农业 地方等领域合作积极推进 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互补性 希望双方对接好发展战略 更好实现互利双赢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赖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h ado st 53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里的看法